今天就是你的初遇之日 出去之后别丢了他们的脸 伤到 这情谈 万千变化暗藏杀架 少女主事满盘皆是 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教你的了 这五年 你那些师父也都倾囊相守 出去之后别丢了他们的脸 是 弟子会背负各位师父的期望 让这个世界为之颤抖 直困拜见龙王 龙王殿多以龙王之律 龙王殿多以龙王之律 起来吧 龙王 如今龙王殿奔奔迷稀 老龙王膝下九大义子各自为政 寄予龙王之为 好像有你回来 这龙王殿复兴 指示可待 咱们这就回殿 以后再说 我有事 走吧 美女 我不认识你啊 一直看我 好久不见 夜大少爷 美女 难道你说我的名字 上车 去哪儿啊美女 酒店 美女 还有什么 暂时 我 número 我靠近厅 你 你 也 你 我 我 你 我 你的 監獄裡應該沒有過 越漂亮越危險 有些事說清楚 葉大少爺還記得當年走進的監獄 八零起葉家大少爺 發車零 木蘭 發車零 八條零 葉家大少爺 準備如何成名 把我的父母還給我 一冷靜點 當年那事沒那麼簡單 滾開 你個殺人凶手 我要殺了你 為我父母報仇 父母的事跟我無關 你個人家 當年我也是受害者 你不僅是個人渣還是個老爪 你說什麼 我說你連人渣都不準 你這個老爪就該殺死你 為父母報仇 你說我市長 就找給你看 鄉立 站住葉峰 葉峰我一定要殺了你 哎 那有點不對勁啊 怎麼了 後面那車跟我們老酒 誰的他們 注意安全好嘞 老大 我們好像翻譯怎麼了 追 趙小姐這麼著急 這什麼意思 什麼什麼意思啊 先手一扶消出來吧 追 二位 下來吧 不是你們有完沒完呀 你知道我是誰嗎 你知道我爹是誰嗎 你不就是華之府的華公子 華國棟 趙家千金趙萬廷 你們倆尊貴的身份 我們都清楚了 媽你們還敢這樣對我 誰是你們的膽子 剛剛和黑龍交易已經前過兩清了 難道你們還敢反悔 錢我們趙收 東姐我們照樣 你們是龍王殿黑龍的人 哦 你小子可以啊 不錯 我們老大就是鼎鼎有名的黑龍 無何主張 你再說一遍 找死 而去告訴你們黑龍 你們的龍王回來了 你我等著瞧 這人可對黑龍的人出手 能夠有失龍王殿的人 這是高受 哎大俠 你也太厲害了 你這拳頭怎麼練的呀 你這拳頭 謝謝你出手相助 你包裡的東西呢 儘快處理掉 不然的話三天真的 啊 公子說笑了 鬼神之說 我向來是不幸的 哦 那咱們打個主 如果我說定了 你幫我說件事 你把這個一人 好 哎大俠 是哪啊 我送你啊 我想起來了 他就是剛出獄的業家大上啊 是時候回業家看看 大上爺 回 他媽的 媽 那个废物出狱了 他命还真够硬的 在那种地方待了五年都没死 放心有妈在 那个废物永远别想踏进叶家半步 这叶家还是你的也只能是你的 夫人二少爷不好了 大少爷回来呢 妈的他还敢回来 我自己的家为什么不能回来 我今天来就是要搞清楚 当年的车祸是不是你们搞得过 哎呦被你发现了 回来报仇了 我好害怕哟 你以为你还是叶家大少爷 叶家丁早已发出对外声明 将你永久 再也不是叶家的人了 人像的跳着滚吧 是真的 要是你跪下来给我磕几个头 我倒可以让你在叶家 看你搞 长胸如腹 在我面前也没有说话 我告诉你我失去的 我都会拿回来 呀已经放下进了 小学们身体也太好了 要是不玩玩可惜了 我们好好的玩玩啊 再次玩玩玩啊 你还因为说话 我还没有问你 你还没有说话 不算 你会换成 我们 你 回来了 你 我们 小姐哎你沒事吧 小姐哦過頭了啊沒事啊 小姐小姐 沒事這笑人 你你真 小姐小姐 大師小姐你啊 放開我 快把手按著 把手按著 放開我 站住 別以為這樣我就會原諒你 我只是看不慣這種事 順手救你別多謝 你給我站住 當年那場車禍是葉家一手策 你的父母也是死於那場車禍 怎麼可能 你可是葉家長子 他們怎麼會 問題就出在這 我是葉家長子 又應該有葉家的繼承權 可誰知我那個後馬 為了他兒子能夠霸占我的繼承權 就在我車裡動了手腳 我才不會相信你的鬼話 我會自己調查清楚 不管你相不相信 明天我都要回葉家 拿回屬於我的一切 恭喜葉少 除今葉家為烈士大家族 我們以後可得仰仗葉少您啊 葉家呀還是老爺的作主 我只是個晚輩 哎呦 葉少您可太謙虛了呀 我們大家誰不知道 您以後可是葉家的繼承人啊 就是就是 以後我們以葉家馬首四瞻 哈哈哈哈好說好說坐坐 還敢做什麼 哎呦 這麼多人啊 這就是葉家長子 葉安他不是被租出葉家了嗎 這個葉家家業 真不叫我葉風 你還敢找上門來 今天你來了 就別想走了 哎打得還滾 我早就說過我拿回屍去的一切 你敢打我 不解要打你 要這規矩 吼他的口氣 你還敢來大鬧葉家 家族的恥辱敗類 媽這個畜生他他敢打我他 我還要他死了 阿胖 誰給我打斷 誰給我打斷 要害他 住手 你個逆子 他夠了沒有 他們會向你弟弟和母親道歉 心儒苦把你養的 你就是個白眼狼 你你什麼你道歉 真道歉啊 打你們我兄弟 老爺 這個畜生不能留 快來人了 這一把 打你挑撥理解 亂我葉家 我一個小豬 打你蛇蟹心上 還有五年牢獄之災 告訴你 野豐回來了 放肆 葉家 還讓你翻上街 來人 把狗仔子跟我拉下 錢都給我住手 我們做夢吧 這是什麼 我不是做夢吧 這是趙家大小姐 趙婉婷 哎 旁邊那位是指揮師 趙家大小姐 在燕京可是一時折天 二位到訪 真是紅壁身輝啊 你送過 葉家的福氣 葉神醫是我趙家的恩人 我趙家出自一百日 請葉神醫出手救命 我沒聽錯吧 趙家大小姐 要請葉家廢物大嫂看病 不可能啊 葉家廢物要只有這個本事 至於去坐牢 葉家的事情還沒有處理完 我不能救你 這個你好賛口氣 趙小姐 你可別被這個廢物給騙了 是啊 趙小姐 這個廢物怎麼可能會一一數 肯定是騙你的 我這就找人把他丟出去 阿澤 快請趙小姐到後堂休息 好嘞 趙小姐 你別聽這個廢物了 他呀他腦子笨 我趙家的事也配你來制衡 葉神醫只要你肯救我爺爺 你要什麼 我趙家都雙手奉上 我可以救你爺爺 但是我拒絕 葉峰 你不要不使好歹 不然的話 我和你的賬沒完 既然指揮史大人要我幫忙 那我葉某不躺蹈狗在所不及 不過 我有個條件 葉神醫請講 我要趙家幫我查葉家許家 所有的生意情和稅務 還有葉家許家所有的人 該抓的抓 該殺的殺一個不留 誰已有令 妄召家懸賞令 徹查葉家許家 立刻照顧 葉峰 你這是妄 葉家的根啊 別忘了 你也是葉家人人 你可真是我的好父親啊 五年冤老你不記得了 徐若瑩連番羞辱我你不記得 還有你 想我霸占葉家繼承權 就對血跡下如此毒手 還記得我是葉家人 吃啊 倘若問心愚愧 哪裡怕他 但若貪髒枉法 我金女醫絕不犯 我不相信 他絕對不可能的 他就是一個廢物了 怎麼可能認識趙家的人啊 趙趙還是來人請他 我看 他的生平也信啊 從今天起 我葉峰和葉家腻刀兩斷 爺爺有救了 我請來了一位神醫 神醫 馬婷啊 你說的不會是這下子吧 簡直苦老 致病救出其他兒子 趕快出去 大伯 你聽我解釋 解釋什麼 葉神醫之前就看出來玉佩有問題 會害人性命 是我沒有當回事 沒準備好 才導致爺爺病倒 我今天請葉神醫回來 是他真的有辦法救爺爺 救人 就不必了 我留經問題 三十多年 今天啊 就讓你看看 我如何治好老爺子的病 你 爺爺 爸 有聲音 怎麼回事 這這不可能 醫生叫百位 醫生叫團中 快 爺爺 爸 你醒啊 沒有聲音 謝謝你救了我一命 到了椰子 不是我救了你 是他 一風下雨 多謝了 不用謝 要不是害怕落得個收落前不辦事的名聲 他懶得救我 大膽 怎麼說話呢 大褲小叫什麼 趙家有女這種人早晚落魄 哼 如果你再敢不說八道 我讓你見不到明天的太陽 天聰 不得無理 名字畫黑 好重的血跡啊 你也已經醒了 但是血跡已經深入骨碎 需要用藥物去寫 不打擾你開個方子 用藥物去寫 請問大師師傅何人門下 我也是在監獄裡跟師傅學的 聽他說叫什麼 我殺人一生 殺人一生 但是我今天永遠不是泰山 還望見面 一風小友 我趙家 從未得罪過一門 不知道 是誰 我這邪氣 加害我趙家 不知不知道 我們都只能夠 把血跡附著於我 就有佔成電 佔成電 你就是叶峰对吧 是啊走了 有人请你喝茶 走吧 别有什么花招啊 臭小子知道我是谁吗 挺好了 道上人尊称燕爷的就是老子 原来是下三滥啊 什么服什么 你也是吧 殿琴你太着急了 弟爷这小子太狂了 不给了你教训 他都要飘上天了 小子 你知不知道是谁 你又是谁 照了他爷身上的咒 是你破的 哦 你们是战神殿的 看来没错了 胆子不小啊 敢破坏战神殿的时候 你是真的活够了 啊 你们再说我啊 你们这群下三滥 不要打死他 别狗欠儿 让他跪着跟我玩吧 你怎么打是吧 你能打几个给我上 我死了你 呃 啊 嗯 嗯 嗯 都别动 放开你 都别过来 小子啊 我给你一千万 你放了我 就算你再能打了 这么多人 你也拖不了身 一千万少了吗 啊 好好 不打了 两千万 行了吧 黑龙的人 兄弟 我碰 大哥 误会误会 高抬贵手 哎 走走 哎这个混账 我现在就去杀了他 站住 你怎么看 坤爷 您老老臣吃重 您怎么看 战神殿 敢毒害赵了黑子 赵家主管财政 赵书集团 更是富可敌夺 他们徒锚不小啊 怎么到底想要看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啊 黑龙叛变 最大的投靠的可能 就是战神殿 你怀疑战神殿在下一堂大戏 不错 而且这叛棋 已经下到金城了 战神殿布局金城 黑龙就是他们的案子 战神殿一旦有变 这个案子就是一把金刀 只差敌人心脏 龙主真是充惠过人的 说不得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战神殿布找事 我们就给他找点事 我已命人 将尸体蹭在了黑龙大厦的门口 试探一下黑龙的反应 那看来 我们得早做安排 龙主放心 我已有规划 尸体收走 龙主 昆宴 我们的人说 黑龙对人只收走了尸体 没有任何反应 我所料 黑龙毕竟有所紧急 虽然 他不敢要大的动作 但是他肯定会做出反应 龙主啊 山影欲来啊 这不真是我们希望的吗 苏珊 哎 叶峰啊 你你出来了呀 哦 刚出来 太好了 苏小姐 怎么回事啊 今天跟我约好的相亲 怎么还有其他男人在这了啊 苏珊要跟这个男人相亲啊 对不起啊 协少 介绍一下 我不管他是谁 今天必须马上给我滚 这把放干净点 臭小子 我告诉你 苏珊是我的女人 别对他有什么悲愤之想 今天啊 立刻给我滚蛋 苏珊 这么多年没见了 这段我请 也没必要相信了 对不起啊 什么 我不配 丑小子 你配啊 我看你这人怎么这么演出啊 哦哈哈哈哈 我想起来了 原来是刚刚出狱被逐出家门的 叶家大少爷 叶崩嘛 哈哈哈哈 说够了没有 说够了滚 我今天不想打人 打人 自从你离开了叶家 屁都不是 有种的打我一下试试啊 你来你来你来 走 哦哈哈 你真是想打我 哎呀 叶峰 你快跑吧 跑什么 他自己是过来让我打他 这假之我告诉你 我这个是衙门的主部 我一定会让我今天安排人 把你抓住现眼的地牢 我让你求生不劳 求死不折 谁敢动叶峰 叶峰是我今晚起来的贵客 我看 谁敢动他 亲自无许 是你吗 谢少 没事没事 刚刚一点小小的误会 我先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哎呀 没想到叶家公子谈事情 还有带女朋友的习惯呢 啊没 不不是的 我不知道今天叶峰约了人 我就先走了 哎 叶峰 说吧找我什么事 上次你找我调查的事情 已经有了眉目 好 我来听听 叶家表面实际是以贸易为主 但其实这些年 走私 才是他们最大的生意 此外 他们还通过绑架 逼迫诈骗资金 迅速在全国深耕发芽 但奇怪的是 官府 从来就没有调查过叶家 会不会是大鱼太多 叶家这点根本上不了台面 这 才是重点 按理来说 叶家如此猖狂 各家势力 应该对他们不满 各个家族都按兵不动 我都用资源 发现叶家背后 有强大势力 在提供支持 叶家 不是号称白手起家吗 叶家祖信可归 要求他们不得依附于其他事 没想到现在叶家做 如此下跌 更下践的是 叶家依附的势力 是追求里 已无所不用及其的战神殿 然而 巧合的是 当年叶家依附于战神殿 正好是入狱当年 你的意思是说 你的父母和我的事故 都是战神殿制造的 当年 事处蹊跷 许家 想要将长子绊倒 掌权叶家 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当时 号称正派的叶家长光子 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而我的父母 也是战神殿计划 被杀害的 岂有此理 腐蚀业家设计害人 战神殿欺人太帅 这一血人 我亲手还回来 这就是前首富的家里 穷的叮当响一点油水 哎 是不是把之前东西藏起来了 说到底藏哪了 我的东西都在这了 你们想要什么就拿走 别来烦我 那我今天想拿你底下 你哥 向我们吹一下那么多钱 就凭几个破家具 够几个 要不把你们的娱乐场所去 赚钱 来底下 怎么样 把这小丫头给我带回去 我今晚上 要好好调调调调调 你们别过来 不要骗我 你们要拿什么就拿走 你还有什么呀 我今天啊 就要 你混蛋 当年我哥带你不薄 你们吹家投资虽然打了水票 但是这么多年在我这没有少赚 现在你完毕 还三大我的主意 都我们做出来 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小丫头还白日做梦呢 我出来的 这辈子都不跟出来 我跟 你就跟了我吧 我就是我的女人了哈哈哈哈 这事实不跟地址 怎么不像人做的地方 不知道他妹妹还在不在 你就跟了我吧 我那就是我的女人了 住手 什么谁啊 我不管你们是谁 也不关心你们做人 从现在开始 云上公华别墅的新主人就是我 这里的一切 包括白维维 处决者死 吵他的口气 来 把他腿给我废了啊 为你给我下跪求饶 不然我坚弃你干废了 就你这小哥们小戏腿呢 还敢出来多管闲事 找死呢 你你到底是谁 你别过来 你敢动我崔家是不可能放过我 刚才说的话都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 记住了 我这个强摸标了 崔家在这的钱之爱 到底还有多少 还有几个亿 几亿 好 那就让崔家 拿十个亿都陪着 好 好 走吧 把这搬出去的东西原封不动的搬回来 少一样 把一个偷 你就是白维维吧 你不要过来 是你哥让我来找你的 我哥 你是谁 我哥为什么会派你来 我叫叶峰 是你哥的御友 真的是哥哥 但是 为什么能出来 我哥被关押的地方 不是没人能出来吗 我的星期只有五年 但是你哥他们 别说了 我知道了 别担心 我会帮你们东山再起的 就是我答应过你 没用的 就算东山再起一百次也没有用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哥没有靠山 他是真正的白手起家 他所创造的一切 在华丽 大辉煌 也不过是空中楼哥 别担心 从今天起 我就是我的靠山 没用的 不过谢谢你 你赶紧走吧 不过一会就来不及了 走 他们很厉害吗 他是缺有量 本来只是精神的二线家族 为了靠着我哥 才起身成豪门一线 不过后来我哥入狱了 他们烦恶我们一口 他们就在附近 你如果不走的话 他们卷途重来 就来不及了 苏总 我今天就在这 就是他们 小费 我看你是等死了你 谁让你肯跪下 向崔家道歉恨处 你笑声 我就可以放过你 不行 不能轻一声就饶了他 这小子不是狠狠 可能打吗 如果跪下 给我们隔一百个小 我们就饶了 听到没有 崔少 让你隔一百个狠 就可以放 快快照做 是什么让你们觉得 你们有资格后承他 让你们带来的钱呢 带了吗 粗狂一点 哎余龚峰愣着干嘛 干呢 哈哈哈哈 好一个畜生牛肚子 余真人 是时候该让这小子 知道我和新一家的恋爱 动手吧 也罢 虽然是你再去 是要你见识一下 本庄人的本事 回数 哼我给过你活 是你自去 错就 不该以吹家为主 你 吊虫小气 手感不错 你放开我 那你干嘛 要走啊你呢 还敢来吗 不愿 那你干嘛上啊 你这个外甲子 你是招惹的什么怪物 谁呢 老鼠来的匆忙 忘记准备了 那就继续打电话叫人 不过现在 二十一 小伙子 不不不 真人 道歉 这二十一 我给你 但能否宽限几日 是什么让你觉得 你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 再让郭灶 三十一 老秀拿看看真人讨价还价 龙老夫几日好吗 好 那我宽限你几日 不过利息一天一亿 不然你和你的儿子 都会跟他一样 走吧 啊 好好好 哎 爸 真的要给他们二十一吗 还嫌事情不大是吧 当然要给 不过 给的是战神殿 也封不出 我们崔家难过刺过 以前总嫌战神殿要的架 舍不得 这回这二十一 就当是投名状吧 投名状 存货 我们以前靠着白家起家 现在 只要我们过了这个 依附战神殿 我们崔家 有可能成为一流家族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那 我哥是怎么交代的 你哥说了 你和他有一样的天赋 有着过人的商业能力 让你辅助我 建立一个新的商业地步 刚才要来的那二十一 可以作为启动资金了 还不够 崔家欠我们的二十一 远远不够 除了崔家 还有其他四家 如果没有我哥当年的扶持 也不会陷在这五家的强盛 我要他们全部吐出来 好 既然还有那么多人情债 那到时候我们一并收回来 就让崔家联系四大家族 过后来见我吧 哦对了 你知道你哥为什么失败吗 我哥哥的失败 归根结底 是因为他没有靠山 这只是其中的原因 你知道他自己怎么说吗 他之所以会失败 还是因为没有足够多的钱 只要赚够了钱 哪怕是把他从监狱里赎回来 也不是不可能 难道又是崔家快过来的 云丧风华 见来了新主人 老夫李玉白 正巧坐在这附近 特意过来认识你 李老人怎么来了 我赶紧到这边有些动物 过来看看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哎 这个人是谁 他是我哥派人保护我的 哈哈 看来 我有接班人呢 不过 在我走之前 我得试试这个人 也没有资格接我的班 李老 手下留情 你 果然是后生可畏啊 你哥派来的这个人 确实不错 我可以放心的走吧 告辞 李老我送你 果然是战神级别的高手 长进刚蒙霸的 大夏九州握谷藏 看来我仍去努力啊 一风 你没受伤吧 没事不妨 叶芳想要救金领医的话 又来承南飞机场 还有只准一个人 呦 无臭吗 姐姐 说自己来就自己来 优总 我说什么来着 你是真喜欢这个妞啊 放心吧 已经洗干净晾干等着你了 想救他 把这个东西给我吃了 啊 呃 哇 这皮肤可真内啊 是让你我放了 干嘛 干啥我啊 来啊 我带着看看 是你的动作快 还是我的动作快 哎 待会让你荡着他的面 玩玩他的女朋友 爽妈 你刺激了 然后让兄弟们都轮着上 都完了 好不好 好啊 哈哈哈哈 你怎么着死 哈哈哈 吃了饭 公蛋 还他妈给我装哈 哈哈哈哈 哎 龙王殿是吧 新阳王 要我看着 你怎么又怎么发 你说我有没有走 啊 你说我有没有走啊 他都会怕了 别不开放你 哎 这样 嗯 告诉你 不要以为你有老龙王的信物 就当自己是老大了 龙王殿 这龙是我黑龙的 别不开放你 哎 这样 嗯 我告诉你 不要以为你有老龙王的信物 就当自己是老大了 龙王殿 始终是我黑龙的 还有这娘 应该是喜欢你吧 敢调查我们 今天我就让他看看你是怎么死的 弄死他 我 让我 让我过来 放开他 都这么别动啊 都这么别动 我看见怎么事 什么拿两个玩具 你吓唬我 你试试 丢啊 我混社会的 难道我怕死 大哥 别说 想这么说吧 你们要人 我给你别忘了 清修静虞 他们 我们到后 大家 累走了 大家 假的 別動啊別動 完了 完了 這位弄是咱們 三公單的期間終於過 我這男人都在路上 這個狀態不是我打下去 你也是死我一場 現在走我還可以放你嗎 要不是幾乎還給的錢多 老他媽還不回來 就是 你 這房 老大 不好意思 找錯地方了 你 你們 站住 那我真的太也不知道 那許如海那 你 現在就是廢龍了 我 廢龍 你交代你什麼事 把這些人處理 即刻召集其他龍仔再來見 沒問題吧 沒沒沒沒問題 那只是那個 只是什麼 今時不回往日了 從老龍王失蹤以後 那各大龍王都因為爭取而保護 那是不被拼的 那你就把今日發生之始 原原本本的告訴他 用我的名義繼續著急 讓他們三日之內來見 三日之後 巨夫召集 斷你 再三人 發武器 趙老 恕在下直言 您竟然為了葉家一氣子 公然與葉家反復 此事若身到大了 恐怕難以受傷 對誰都鼓勵 還望趙老三思 我現在葉豐一個天大的人體 他就讓我一臉 這件嗎 還是要搬呢 到老現在不是好好的 這救命之恩 又彈何說起 他只不過是葉家區區一個氣子 您啊 大可光臨把他放在心上 王教頭 您是受傷了 怎麼回這兒 黑龍我已經教訓了 但最後背著一個年輕的手上 什麼 是何方神聖 雖然王教頭都不是他的對手 他叫 葉豐 葉豐 是那個葉家的氣子 不可能了 應該不是童年吧 對 就是他 王教頭 您可看出去了 確定是吧 我還沒老很多 剛給他教授 我怎麼會對出人呢 哈哈哈哈 各位 如何 我雖然年紀大了 但是 看人的眼光 是不會錯的 這個葉豐啊 可非承認 葉家 將解獨出 反而是葉家的 巨大損失 不錯 只能如此年輕 就有如此的能力 將來 不可限量啊 還好這次 要是再晚一點可就不一定 是啊 葉豐你在哪 我想請你吃頓飯 感謝你幫我找到工作 哦 我在醫院這邊 那我過去找你吧 我有個朋友要過來 你就是看著我先走了 沒問題 好 事情辦的怎麼樣了 我讓你們抓的人 是給我帶來了 他是扔到河裡的 你要幹什麼 你瘋了嗎 我可是許家的人 你個小混合你敢動我 你想到後果沒有 鳳榮王滅啊 讓你嘗嘞 先鑽著他的腹肌 撕到護身盒裡 再派人看著 任何人都不許睡覺 咋公司 來人啊 走標 你好 你所撥打的電話 暫時為 怎麼怎麼辦呀 老爺 老爺 我擔心我大哥出事 你倒是幫幫我呀 幹嘛呢 咱家公司有事麻煩了 剛才你打電話說 護部人突然訪你公司查賬 說有人舉報我們公司偷稅漏稅 哎呀 現在公司已經亂成過週了 那怎麼辦呀 我得把這東西處理了 趕快公司配合調查 啊 啊 這麼著急和我回來幹什麼 以前啊 幫咱們處理灰色事情的阿強 成為了黑龍 他跟我說啊 今天有個大人物 要來咱們餐廳吃飯 也假裝在這附近吃飯 我就跟他認識一下 經理局 什麼大人物 地下龍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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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個位置 就是龍王用餐的位置 蘇珊 你在這裡幹什麼 堂哥 蘇珊 你知不知道你坐的位置 是給誰安排的 你坐的是龍王用餐的地方 誰允許你們兩個隨便亂坐的 你們兩個還不趕回家 你說的不錯 這個位置的確是今晚龍王約的位置 你知道還敢坐在這裡 找死嗎 你是誰啊 我是誰 我是蘇哲 我爸是蘇九川 蘇氏集團的副董事長 好 回去跟你爸說 他的心意我領了 回去吧 行 該走的人是誰 哎 自覺的呀 別讓我照顧 葉芳 我們還是換個地方吃飯吧 哎哎 不用 只要我坐下這個位置 就是我的 天王老子來了 不用讓 我倒是誰呢 這麼狂的口氣啊 原來是葉家的氣臭 林葉呢 給你三秒鐘時間 你立馬給我滾蛋 不然我讓你在燕京 無理足之路 用算是你父親在我面前 也不敢這樣說話 我給你最後一次機會 限你三秒鐘之內到我們 一小時 不然的話 我讓你在燕京 行 我倒要看看 你們囂張到什麼時候 走 爸 怎麼樣 說上話了嗎 哼 別提了 這裡有個不調眼的家伙 把龍王用餐的位置給霸佔了 還說什麼 誰來都不管肉 好 你就等著 我馬上下去 敬業的 你跟他不是說我父親來 也不敢把你怎麼樣 巧了 他現在就在附近 馬上帶人來收拾他 你現在後悔了 伯父也來了 當然 葉夫 我們還是快走吧 你現在想走 晚了 就算是蘇九川來了又怎麼樣 我保證 一會兒後悔 李森 我媽是趕緊走吧 那個模糊可不是什麼擅長 這跟被你上次造成的信號 根本不是一回事 翔哥也來了 小贼 這次你死定 好 伯父 葉先生 你是剛來嗎 嗯 媽 葉先生 聽說剛才有人不長眼 這位置 現在是不是已經被你 趕走了 沒有啊 我一直都坐在這兒 不過這小子 一直在訪郭躁的 他想趕我走 蘇老闆 這小子是你兒子吧 蘇老闆 這小子是你兒子吧 還不敢客客葉先生道歉 是 是 葉先生 是我有眼無珠 你瞧瞧我這件事吧 你剛才不是很甩 是要讓我的眼睛立不了頭嗎 沒有沒有 都是我家說的 葉先生 你大聲有大量 你不要跟我一般見識 宿舍討麽 你跟葉先生認識 逃不久就請了 葉先生 不好意思 我有責任 本來我是想叫我兒子 給你經過解憂 不想到落得這般誤會 蘇先生 給你這個面子 再加上蘇珊是你的一家人 不過這小子 我在燕京都不想見到了 回去收拾東西 連夜離開燕京 葉先生一天不消氣 你就一天別回來了 沒聽清楚嗎 葉先生不想再見到你 你是想死 還是想滾 我不滾 我現在就滾 好 那個葉先生 那我們就不打擾飲酒吧 你們都在一塊 坐吧 你是怎麼又是我公主來了 你 你看著我幹什麼呀 我 我臉上有什麼東西嗎 我是不會讓你出生的 你到底怎麼了呀 這幾天你可能會碰到馬 麻煩 盡量少出門 不過我明天還正有一件事情 咱們高中同學聚會 你去嗎 我沒興趣不去 好好好 那個 不去也沒事 要不是我是什麼副班長 我也不想去 來到蘇珊敬文 讓他們給你一次見 我們走吧 好 你怎麼跟我伯父認識的 這些都很重要 哎 過了這條街前面就是我家樓下了 就送到這吧 不行我要送你到樓下 哎呀真的沒事 你下班了呀 媽 這是誰呀 媽 她叫葉峰 我的高中同學 葉峰 這是我媽 哎呀 葉峰 你就是那個做了五年大牢 被家裡趕出來那個葉峰 我聽別人說 剛一放出來就在外面打架鬥 害得我女兒到處找關係 我警告你 你有理啊 遠一點 媽 你在說什麼 我都說了一百遍了 葉峰那是被冤枉呢 再說了 我能進蘇珈公司都是因為他 你怎麼能見到人家就這樣說 你太過分了吧 葉峰 對不起啊 我媽她這人就這樣 她心直口快的 但是她心思是不壞的 你口口聲聲說 是和她關係 我和你爸合計了一下 你工作的事 那和她有什麼關係 葉峰我們先走了 你也快回去吧 臭小子 你你我女兒遠點 媽你怎麼老這麼說 啊 救命 快來啊 快去救我女兒還來在那 我去追啊 哎呀 接手 小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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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手 你幹什麼 幹什麼啊 我工作都沒了 我老爸也停止了 這一切都是你給害的 今天啊 你必須給我付出代價 你這是犯法的 犯法 老子從來沒聽說犯法二次 我的人生全部被你他媽給毀了 我不管這些 再說了 哈哈哈哈哈哈 這一切啊我都會留下證據的 你要是報官的話 我就將這些小事的公之於眾 發到網上去 哈哈哈哈 你活動 就算你報官 我也要報官去抓你 我不怕 那好啊 咱們就同歸於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哥 我們懂歸於 讓卸上卸上 對呀大哥 快點來吧我們都不急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不怕 我就不會弄你們了 嗯 小婊子 嗯 你是住桌 還是我幫你說了 哎 如果你不懂配合 就別怪我不懂言相惜 哈哈 叫kum 求求你 後明天就去公司做這 你不要擔作呀 哈哈哈哈 上活兒相親嗎 我就准备把你给灌醉酒店包房都给你跑了 今天呀你跑不掉了 大哥 兄弟们给我射 叶峰 这臭小子还有人 如果不是造假 我都该找弄死你了 叶峰 有种给我出来 放箱 人子的小子 人子不要揍我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上路吧 我也诸有人脏了你的手 你就才高榮件一里出来 才会让人民记成派结完了 好吧 既然你都发话了 自然会上网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脏 谢谢大家 苏珊 去外面等我一下 介绍 担聊一群 放心这种地皮 我被髒了我的手 下我才會變得你 起來吧把褲子脫了 把褲子脫了 啊啊啊 你嚇死我了 他人呢 沒什麼事簡單的收拾了一下 走吧 寶貝女 你沒事吧 媽擔心死了 媽我沒事 主要是叶峰他 又是叶峰 你在外面吃吃惹惹了什麼的 你投家找個你來放家我女兒 到底什麼人 敢結識你膽大包批 我一定不會放過他們 你也太過分了吧 今天要不是叶峰 我 我可能就失身了 你剛剛還那麼說他 這事還不是因差而起 要以為你這樓女兒 我就會感激 要不是你啊 非要送咱倆回 今天呢 連這個家門 你都見不了 媽 你知道今天是誰 你真心堅持的我嗎 誰呀 是謝少 居然是他 好說和他沒有關係 你說他好好的 跟你介紹什麼 這個東西 天天給你介紹 頂替謝少的主意 你說 這不是平白無故 在你面前是我媽媽 媽也是好意 不挺老人言 實歸在野錢嗎 叔叔阿姨 居然蘇山里家就送他 我先走了 這什麼是傻啊 我這次報告照在他腿兒唄 是啊 他啥也不是 媽 他才沒有抱什麼照家的大腿呢 就連咱們本家的蘇九川蘇伯夫進來 那也是畢恭畢敬的呀 知道 我知道你喜歡這臭小子 但也是 不能撒著謊 碰著他呀 我沒有 你還沒碰 你還沒有 哦 喂 蘇老弟 是我蘇九川 哦 是蘇堂哥呀 有什麼事嗎 沒事 但是好像直接不聯繫了 把電話問問 啊好好好 咦 這個蘇家本族蘇九川 怎麼會給你這個龐溪打電話呀 說是 請咱們一家吃個飯 就在蘇家 這本族艳群龐溪還是頭有樣 這有什麼懶惰 一定是詹女兒啊 在趙家呀 當上了 項目經理 以後啊 趙家 蘇家 要是有個什麼生意來往 想讓咱女兒做中間人呗 所以啊 蘇九川啊 才請咱家在一起吃飯 想搞好關係 小心 你太久沒有走路了 還沒有適宜 我待會給你開個藥方 外服內容 記得每天堅持 你不跟上 喲小姑娘 咱咱挺漂亮 別碰我 臭小子 您這麼能給過過了閒事 我們黑龍幫的自己也敢管 黑龍的人是吧 你 回去告訴你們老大 再不管好自己的小人 我幫你打斷 放心 他们以后不会再来了 早点下班吧 先生 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多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没事 好好生活吧 把这个吃了 会缓解一点疼痛 先生 我还不知道 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叫叶昆仑 叶昆仑 张雅 不好意思今天加班 哥 小雅 你怎么站起来了 哥你看 太好了 你的腿 太好了 太好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 是这样的 今天突然来了一个奇怪的人 他叫易神医 然后他给了我一个副方子 让我内副外用 说我吃了一个月以后 我的腿就能完全好了 哥 明天周末你陪我去抓药吧 好 好神奇的药啊 怎么 不满意吗 你今天那边怎么样 一切顺利 有了赵家的帮忙和通融 公司已经走完所有程序 随时都可以正式营业了 辛苦了 这没什么真正辛苦的 还在后面 你只管负责公司的正常运营 其他的麻烦交给我 对了 安排五大家族会面的事是什么样的 我就要跟你说这件事 苏 崔 吉坦长 这五大全真依资于我们的家族 我已经通知过他们了 好 那就是会会他们 会我好会 念无所念 要不通知他们赶时间 地点由我们安排 不用麻烦了 就算是龙潭虎穴 我也要去创一创 关上怎么扶我 是了 公司还没有正式营名 以后 白家幕后真正的长成者是您 不如 就我女来订公司的名字吧 大鹏一日同风起 就叫 风氏集团 我们跟赵家无冤无仇 为何要举报我们 甚至不惜动用户部的关系 要让我们一查到底 爹 事已至此 在追究这个原因 已经无济于事了 当务之急 是这件事 对我们依然的影响 降至最低 大家说的没错 现在我们业家 偷税漏税的消息 已经上了头条 在网上更是被骂得惨 如何往回形象 相当公司 这是重不重 是重的 网络上事情好办 自己交给公关公司去处理 网民嘛 又臭臭热闹 过几天就消停了 但是公司出现这样 下着了股市 要跌至最低了 股票下跌 再加上罚款 我们业家至少省时上百亿 到底是谁 为何要针对我们业家 大哥 大哥 你没事吧 业 业风 给我 套仇 大哥 大哥 你 爸 爸 你从前来了 你们兄妹俩 最近一直通话 鬼鬼祟祟了 到底是得罪了什么人 爸 你听我说 完全都是因为 事情就是这样 就是叶峰那小子 什么 是这个小畜生 这怎么可能啊 你是说 你大哥这份量 都是被叶峰这个小畜生闹的 这个小畜生 不是你被叶家赶出去了 谁还为他成交助长啊 我也不知道 本台大哥信誓旦旦的说 一切都安排好了 谁知道又成了这个样子 你说会不会是有人 在暗中帮助他呀 如果没有人相助的话 这个小畜生 你们兄妹俩 早就给他整死了 不过 这小人命啊 真是硬啊 五年的老爷都扛过来了 想要闹死他 我看啊 不得不拍点硬叉了 老白 龙王令你已经接到了吧 哼 那又如何 那我好言相劝一句啊 这一次 你必须得认真对的 这位可是真的 不仅持有龙王令 而且还继承了老龙王的传承 实力之恐怖 难以用言语来信 你啊 虽然之前跟我因为龙王之位而反目 但念在 我们也是拜靶子兄弟的份上 好言相聚 三日之内 必须来拜见 否则 结果是你难以承受 想像 你还有其他事吗 言以至此 你自己好之为之吧 今天与五代家族真实会面 不知道 他们会如何选择 叫他们去聪明点 不然 对不到他做 叶峰 谢谢你 爸 哥 叶先生和不止是白家的靠战 同时他的势力 也已经深深了地下世界 这是与白家合作 对我们苏家而言 百利无厉害 如果出半点哈池 我愿意为此事负责 持续相对的职务 二弟啊 你可要想好了 你现在是公司的副董 家族的二号人物 不会为了一个不知名的小子 而放弃这一切吗 哈哈哈哈 大哥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但如果白家正能重新崛起 我们苏家也从中获利的话 那么 我要你手中的百分之五的股份 你肯不肯跟我对嘴一下 啊 原来你小子在这等着我 大哥 你就说你敢不敢赌吧 哦 错了 我还没死呢 和罗明朵你们两个做决定 一会再富贵餐厅 有个聚会 如果他摆不平 那就不用说了 这白家 有独青城 呵呵 那就是白做木 时代早就变了 就算白手齐了小子出狱 你休想东山再起 呵呵呵 那小丫头呢 你也以为身边多了厉害的高手 就能重新打江山了 幼稚 家长师 等一下就看你了 这两个臭小子过来 对他一眼厉害看看 好 我早就从苏家那边得到的消息 说这个臭小子 他也是个法术真人和我一样 连七品忠师都败在了他的手下 今日我倒就要让他知道 什么是天高地厚 厉害厉害 这个炭热烧烈热烈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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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 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早知道应该有我们来安排会面的指导 这些雕琢小子杀到 既然他们这么难吓唬人 那就要他们坚持 对 正所谓 不做亏心事不罢回敲门 只要你们还有一点害我的想法 就继续承受地狱一般的责任 但是 如果你没有害我的心思 他们就可以正常用 所以怎么选择 你不知道咱们都不知道 咱们把她Back上来 你现在就能看 啊 全都发现了 走 叶方 你也来了 你在笑 叶方 他说你都来的 你果然还是来了 那个同学这块朋友开始了 我们快走吧 怎么有人要求 怎么来 初学 那个方译是两个男孩同学 而且是我要请他来的 那个 那我们走吧 哎 你们过来了 来来来 都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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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急了 我惭愧啊 由父亲所托 外面那个小的他的法律在我之上 我斗不过他 我 哎 怎么回事 怎么有疯了 哎呀 没过怎么疯了 哎呀 怎么有疯了 啊 什么啊 哎呦 哎呦 别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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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别闪了 哎呀 救命啊 救命啊 不是啊 不是 为什么说 你为什么不看 我 volt你 我继续喝一杯 你这个人就不吃了 我不是 我继续喝一杯 我继续喝一杯 我继续喝那 我mentum 啊 哎呦我们了 他还我们 你们都不病啊 刚才谁在玩事的法院 是我 你那些下流的招式 没跟我说不过吗 可以 坐吧 我坐下 你们都不病啊 刚才谁在玩事的法院 是我 你那些下流的招式 谁在玩事不过吗 啊 坐吧 坐下 你这些人在这里 我们哪里看 嗯 我说都坐下 都坐下 我今天来 只供这两个公司 第一件事 公司机场刚刚全力介绍 一共五家 每人拿出20元 一共100元 第二 你们要像以前不是白家一样 你也都跟我说 我话讲完 你算计 第二 你们要像以前不是白家一样 我的话就是 你一切都由我说的错 谁赞成 谁反对啊 我们打你 维烈先生 马首实战 我们崔家 愿赴汤刀火再说不辞 我们崔家 也一样 常年也一样 听你的 不即将 也是 维烈先生 马首实战 我不管你们是专心臣服 而是须与伟生 只要你们刚刚五米 最心上已经感受了 我 那什么意思 就是不死地狱 只要你们闭上眼睛 就会承受地狱一般的生命 但是 只要你们不闭上眼睛 就可以不用闭上眼睛 但那样不掉的话 正所谓 不做亏心事不犯狂的 只要你们还有一点害我的想法 呦 班官大人 来来来坐我身边 班长大人现在可是不得了呀 刚留学回来 就直接入职天际集团总公司吧 年薪百万呢 嗨 那天际集团可是全国一百强 十大豪家之一的家族企业 这种家族式的大公司 一般人都尽量 卢书姐 你也越来越性格了啊 这位置 这是叶峰啊 你们都不认识吗 这是叶峰啊 变化太大了 差点扔不出来了 谁把他给叫来 跟一个老改犯一起吃饭 真是会急 叶峰是我请来的 再说了 叶峰他是被冤枉的 你们就不要再提他做过牢的这件事情了 你们还不知道吧 班官啊 之前可是暗恋过叶峰啊 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了 你还没来起表白 叶峰 原来是叶峰同学啊 这么久没见 为什么不来了 来来来来 随便走 叶峰同学 你出来多久了 现在有落下的店了 哎对了 你在哪工作呀 没有工作 哎呦 这被工作可不行啊 你都坐牢五年了 已经和社会脱节了 更需要一个工作来融入社会啊 这样吧 让你在这儿当个保安怎么样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栋大厦 是极佳的产业 你去问问极佳的老总 敢不敢让我在这儿当保安 哎呀 这有什么不敢的呀 不就是坐过牢嘛 放心 有我在啊 是啊叶峰同学 咱们班长现在在极佳的家族企业认识 给你安排一个保安的工作 臭臭有余耶 就是 以后啊 你就跟着咱班长混 好日子还在后面呢 哎呦 极佳啊 哇 极佳 小董啊 听说你们这儿在办同学会 我来敬你们一位 劳你费心了啊 哎各位 这位极佳 就是极佳的三少爷啊 这个大厦他就是老板啊 极佳你好你好你好 极佳 这个不好 有什么不好啊 这个机会 千载难逢 一般人想去还去不了呢 你们两位漂亮的女同学 把那些大人物伺候好了 以后不都飞黄腾达吗 不愿意 我就是去了吧 哎不行 这里就你最漂亮 你必须得去 其他人去不去无所谓 你必须得去 这次一起吃饭的人啊 可是燕京商界的顶级大佬啊 除了机家以外 还有追假长假谭假的各位家主 随便认识一位 你这以后的职场可是送公司的水啊呀 哎 盛莎你去的是帮帮我吧 你看今天谈家也在 谈家那公司 我都好想去啊 我一瓶三次都没去成 今天这事就能成了呀 哎对对呀 初雪啊 最近的事情我怕是安莫能住了 不过你要是愿意去我们公司的话 我倒可以帮忙 我要是您有百万的工作 你能给我安排吗 这怕是不太行 那我今天去这些场合 认识了这些大佬 那您有百万不是不是随随便便的事吗 这些大佬 这些大佬 那是几步啊 快点吧 那边办局马上就开始了 要不是这次机会使人 你们谁也捞不着这次机会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 你干什么啊 这有女事 我劝你们不必白费平坚了 就算进去了 我就赶不出来 赶不赶出来不是你说了算 你又知道啊 这件事 恰恰就是我说的 小董啊 这位是谁 好大的口气 我都没资格参加的饭局 他说他说了算 哎子善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他经过监狱 你脑子有问题 到这走 叶少老师吧 回去告诉你那个爷爷 我不需要什么陪酒的人 不要自作 刚才 你说他脑子有点问题 我还不太相信 现在我 他脑子的确有点问题 你要替我爷爷传话什么 算什么东西 这边的饭局 没你的份 叶峰 你闹过了没有 那边的人全是身价上亿的老总 你一起这门跟你有什么关系 就你这样的老改犯 过去跟他们端茶倒水的资格都没有 你给我滚一边去啊 别跟我在这打乱 你们都别吵了 班长 旗上 你们的好意我心里了 我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就不过去了 别他妈给你不要脸 你说不去就不去 那我在这站着半天 几个是白的呢 走 住手 喂 现在 我说的话 你给我回来了 在你从那边 你给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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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臂 我跟你没完 鸡沙 完了完了完了 被你害死 你看嘛 你看你非要带他来 你看他干的这些好事 叶峰 谢谢你刚才替我解围 你还谢他 你不知道还把我们害惨了 刚才鸡沙 你要想要强行带走我的时候 你们都在诸州为虐 只有叶峰在帮我 我不是为你好吗 为我好 那刚才叶峰那么做 也都是在为我 你有什么问题吗 你们俩真的都疯了 这叶峰真是疯了呀 连吉少都乱打 才把人家手让你捏断了 要不咱们还是先走一步吧 一会连累到我们怎么办 极佳的怒火谁能承受的了啊 不用慌 叶峰一人做是一人干 爷爷我被一个混蛋给打了 嗯 哪来的爷小赛 敢向我极佳的地板撒也 就让那个姓吉的叫人好了 最好是把他口中 所有的大佬都叫 看他们敢对我怎么样 疯了叶峰你真的疯了 一个极佳就足以碾压你 居然还妄想的见所有大佬 哈哈哈哈 喂干什么极佳的呢啊 啊吉拉好 你就是那混蛋 业宝怎么还敢坐在那 还不赶快跪一过来 向吉家赔礼道歉 业宝 跪礼道歉 你你 你这是 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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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老改犯吗 什么是叶子 你这个逆子 你怎么能跟业先生呢啊 退下 赶快给业先生赔礼道歉 上天下跪了 退下 你这个逆子 你难道不知道 今天我们一起的贵客 就是叶先生吗啊 你进展感动他身边的人 你这个 下了你的熔眼 原来 说明厌情的人 全是叶峰 叶先生 我真不知道是你 你饶了我吧 我知道错了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 我不需要什么醉酒之人 让你们吉家不要自己的 我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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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饶了我吗 我知道错了 我已经没有跟你一般见识了 不然的话 早已 飞了你只手 服了吗 服 服 你觉得是我真意的自取 服 我服 滚吧 多谢你先生 多谢你先生 团长 哎 你刚才不是说 要让我在这个大厦当保安吗 正好吉家的家庭在这 无论他敢不敢用啊 我不是那意思 我叶先生 酒席已经准备好了 就请您入席了 苏珊 过去这边用餐吧 苏珊 你把我带这一起去吧 我刚才就跟你说了 别白费心机了 我只邀请了苏珊一个人 别自作多情 你 走吧 叶先生 打扰一下 就是你留下的那副药方 所需的珍贵药材 我派人去收集 终于有了一些眉目 只是我对药材已经年份 不是太懂 想要请你来帮我长长眼 下午有时间 陪你走一趟 太好了叶先生 你现在在哪里 故鬼大厦 我们马上过去接你 哎呦 赵小姐 盲教头 能清零本店 真让本店 澎闭生辉啊 陶掌柜 这位先生是 这位是叶先生 是我的一个朋友 今天得空 带他来转转 哦 叶先生好 陶掌柜 不要的东西 你都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麦家早就到了 来 这边请 那真是多谢了 来来来 赵小姐 各位 快快请坐 快快请坐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二位就是麦家 来自奉天的马氏兄弟 他们家在长白山 长期做药材生意 你们要的珍贵药材 他们都有 马老板 那验验货吧 好 赵小姐真是爽快 百年的老山珍 八十年的龙咸香 一百五十年的冬葱夏草 两百年的赤血灵芝 这些呀 都是我们兄弟俩 在长白山 亲手采的 这些药材 一看就有些年头了 而且品相不凡 赵小姐 你可真有眼力啊 虽然我是个中间人 不能偏探任何一方 但是 我敢用我脑袋担保 马氏兄弟的药材 都是逐额逐量的 如果你们要是不屑 可以去奉天打听打听 马氏兄弟的药材 那可是有口皆碑的 叶先生 十年的山深 八年的龙咸香 十五年的冬葱夏草 二十年的雪灵芝 早就听说过 奉天长白山一带 有种独特的亚农金属 可以将几年的药材 猛增几十名 以刺冲好离甲乱针 今日一见 果然是名不虚传呢 臭小子 你找死 马老板 陶长哥 你们还有核化手 这就是你们口中 足额足量的药材吗 我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臭小子 你血口烹人 有什么手段 竟然毁了我一根百年山深 就算这次买卖不成 这根山深的钱 你们还是要赔的 多少钱 百年山深市场价 一个亿 你回我山深 又坏我们名声 得再多赔上一个亿 今天少一个诊 你都别整蛋就出去 真是师父打开口 您不叫千乃千买 是又怎样 你们也不打听打听 我们马氏双雄 横行奉天十余年 谁人来 今天 我们既然来了 这一单生意 是做也得做 不是做也得做 你来的时候 你也没打听打 赵家是什么家族 我王凡又是何德云 就凭你们两个 跳梁小子 那怎么样 各位 王教头的大名 我们也是久仰了 但只怕 王教头如今老了 还吓不到我们 就算赵家的势力再强 我们兄弟俩跑去长白山 横跨树界 山高路远 你们 又能去哪找我们呢 只要我王不败 王教头 你这么厉害 我们兄弟俩 总在房里一手啊 又在刚才倒药材的时候 我兄弟一顺手 就把藏在马蛋里的 圆骨伞 便到了 怎么样 现在有力气 也使不出来了吧 王教头 我还是劝你乖乖做好 继续谈咱们的生意吧 要不然的话 你一世英明 就要毁在咱兄弟俩身上了 哈哈哈哈 王教头 如果你不中毒 我们兄弟俩就是联合起来 也不是你的位置 现在我们兄弟俩 随便一刻就能够吊打你 就问你服还是不服 小鸡呢 赵兄弟俩 都中了短骨伞了 浑身无力 我觉得 还是不要跟马家兄弟 应同应理 大家还是坐下来 好好谈谈 毕竟大家 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马师兄弟小弟 也不会把事情做得太绝 还是讨掌柜 实时务明事 不错 我们兄弟俩 是为了求财 不为别的 实际上的 你问他在废头 免得这个桃池 好啊 那就坐下来谈谈 还是这位兄弟识实务 买年的山生 荣贤乡 东庄夏导 雪凌汁 这些 一样 再加上我们来时的路费 你当我们赵家的钱 是大风刮来的 我千万都没 赵大小姐 我恐怕还没有任期限制 现在的你们 还有什么 武艺一分都不能少 不然我的兄弟 要是再对你做点不好的事情 说了 你们啥 我们的耐心 再给你们一分钟考虑的时间 不用考虑了 一样一个亿 咱必须都得人 一般都不会成 但是如果是假货的话 那就拿你们的过来 过就在这 说过了只要是真过 那如果都是假货 那就把头来撑 靠下杀你都死了 你怎么会没有中毒 你怎么会没有中毒 他怎么可能 我再问最后一遍 有没有真的药材 我耐心设计 我耐心设计 你怎么会没有中毒 这 你我 好 你 你说有我们要的药材 让我们矿平到身 如果你拿不出东西的话 我是不会上把甘休 哦 我 我有一份千年的无知 对 我还知道一个地方 一定有你们想要的东西 在燕郊梨园的那边 经常有一些秘密拍卖会 都是些见不得光的东西 但都是真货 还有很多宝贝 都是在那边捡来的 只要出的以前 都能弄回来 我倒是听说过这个梨园 是个很神秘的宅宅 一般人光是靠近 路后的去的 是是 要想进入梨园 都得要有熟人介绍 这饶了你 我带你们进去 走吧 爸 妈 哎 叶峰 你怎么来了 是不是来看我家笑话的 妈 你说什么呢 是我把叶峰请来的 他略懂一些医术 我想让他来看看老爸 他又不是学医的 懂什么医术 是啊 他们五连大老 他懂屁的医术 又知道看着骗着 把我里面扔了 帮你帮你做 行了 别吵了 苏珊 你就别在这添乱了 我已经突然请了神医 马上就到了 大哥 这神医是谁啊 既然是神医 那是燕京赫赫有名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 刘一生 刘神医 难道是刘文静 刘神医 除了刘神医 谁还能承担得起 谁的儿子啊 大哥 你真厉害 竟然连刘神医 动了气的动 杉杉 听到没 你大舅说的 他请来了一个刘神医 咱姥姥啊 有救了 快让你那个同学 滚吧 我看见他我就烦了 就算是你们口中的 刘神医来了 他对老太太的 毕业无辜为 到时候 免不了我扶手 小的 你好大的口气啊 刘神医都是不好的 难道你都是啊 你以为你是谁啊 刘神医的事物吗 这里是 我老太太的地方吗 刘神医 是这里 就是这里 刘神医 让您卫心了 在这里 你真是他 你快点滚 师傅师傅 师傅你怎么在这里呀 师 师傅 真的啊你呀 这刘神医是不是老浮度了 你怎么在这啊 这病人是我同学的姥姥 电人来了来出去看看 师傅咱去吧 等到我ropho 你怎麼回事 我臥虐 也不妒 好啦 老妻 太太辛亂 容金已經到了聚集 我去老父 不能為律 是不是 这就是有出生入化的生修嘛 是要给我妈杀生一生的 老太太 这不是生病 它是老 神老病死 这是自然规律 我的余生在你 也救不了这个僵死之人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我师父亲自用生 估计他们太太还能忍住 师父师父谁 这不是我师父吗这 哎师父 这几个人 老太太是自然说了 所以不利不利 对方 丁峰你你真的救我姥姥吗 放心只要你开口了 保险你要老姥婆死 保险给你姥姥吃了 还你忙什么 就是你要给我妈为什么 师父 你给老太太吃了 不费是千年凌智粉吧 嗯 你眼光倒是不错 的确是千年凌智 不费是夜神医 这么珍贵的药 让你搞 巨股顺其再好 你竟敢治一夜神医 不给老太太吃千年凌智 你妈妈活不过今天晚上 你这个老骗子真是老年痴呆啊 还神医呢 我呸 你俩是不是一友啊 一起出来骗人呐 喂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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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妈 我给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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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 妈妈 妈妈 这不早了走了走了 叫回来 都早了怎么叫啊 咋我说呀 我说你 проис 三十二 你哭啥 老龙王 没事 你哭啥 老 姥姥 子龙王 我一下飞机就闻到你魅惑气息了 白龙王 我就知道你回来 今天心情好 等和你一会儿 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 当然是要见新龙王了呀 听老黑说 这个新龙王是个年轻帅气的小鲜肉 比你还帅哦 你别听黑哥胡说八道 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龙 我看呀 就是黑哥自己在这边遇到什么麻烦 自己摆不平就找我们来帮忙 可是他有龙王令啊 我们找了这么久 被一个外人接族先的 我看 我们还是先去龙门大厦 看看什么情况吧 不急 在去见什么新龙王之前 我得替人解决一些吗 又是一个小鲜肉 是我喜欢的类型 让给我 不许 这小子今晚 必须得 我喝 行吧 那我就跟你一起去 正好看看 最近有没有长进 不过话说回来 一个年轻人 有那么厉害吗 用得着你亲自出马 验尽这个地方卧虎藏龙 黑哥不也说了吗 新龙王不也是个年轻人吗 他叫什么 叶峰 我已经找到他了 还挺亲密 这么快就发现了 不解 比照片上还写的 正想咬上一口 你们俩什么人啊 小子有人买了你的命 我今天来自己寻一听 哦 要吗 超面 你还有什么一眼吗 我老白出手 会去紫水黄星 也挺好吃的 让我想问一下 我的命是多少钱 一个一 一个一 是我的命 老板 我给你一点五回 把它让给我 小子 只要你今晚做我的男丑 我保你今晚不死 这是我的目标 我不可能为了这点钱 信息于人 我做这个决定 不仅是为了这点钱 我不管 你要是不让我 就我们俩打给讲决定归属 进以后 你可就是我的人 就凭这个也想控制住我 你们两个还是一起胜 白龙 快快去把我杀了他 你说我要杀了他 你怎么会有我们的找数 果然如老龙王所言 有名义词 每个都情乎义 都拥有了一段 紫龙王擅长魅惑 白龙王擅长追踪 今日遇见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龙王令在 新建龙王 还不速败 你是新龙王 你怎么干嘛 他不是你要暗杀的目标吗 他没有是新龙王的 不可能他怎么可能 新龙王叫什么 新龙王名叫叶峰 参见新龙王 好 现在你们及时来见 那些那些 希望不就能造成的大名 是 这个新龙王 真是神龙建设 我不见过你 到底是我看什么 微等一半 可惜 我无不销售 走吧 回龙门了 咱们这九个都这么多年 结果 被一个外人也被 叶先生 药材我找到了 已经送到您的地址了 好 您便去 这是一夜之间 跌入 地欧 爹 你也别太在意 就当我们经历了一次股灾 我们也平常心对待吧 如果明天再跌 我们就申请停盘 办法总比困难多 幸好股价这么低 没人抄底 不然的话 还真是麻烦 还有 这个时候 和大家族 你应该给我们一家一些面子 不会落地下去 过好了老爷子 就在刚才 追加苏家 几家 几家 常交五家公司 疯狂买我们公司的股票 马上会增弛到百分之五吗 就不可能 这五家公司疯了吗 这个时候队伍落地下识 照交出去了没 没有 只有这五家 还有刚刚重组的白家 疯狂买入 赵家并没有买入的迹象 白家 肯定的白手货 看是不过 这当成绿 就队伍一下下手 他是想取代我们吗 没事 不慌 这五家只是想趁机抄底 赚一笔钱罢了 只要他们 不耍其他什么滑糟 又当破台免栽了 没错 我们业家 现在还是最大的股东 他们那种家 最多真实反正不 如果他们不够联合起来的话 不会动摇我们业家的地位 还有什么事 说 我们刚刚这里在公司 已经不是尽是我们公司的 财富度过的股票 然后 人家的公道 更成为了一致行动员 又想 各贡百分之五 这年度价钱是百分之三十 想怎么会更大的股东啊 我刚才查了一下 我们全放下加起来的股份 只有百分之二就这八 一下子失去了大股东之位啊 人家 你马上去赵家 请我拜托一下赵老爷子 无论如何 你要见到赵家家族 你马上申请名牌 不能再让外人 事无计在你购买股份 立即找五大家族谈判 我问他们 要想干什么 好的老爷 你马上申请名牌 叫我 闻雨里来呀 看来明家想要立万庞难的话 这肯背后就会咋为 敲散政魂啊 旗然姐 你也回来了 这不是新秀一夜突然病倒了 要乏要赶回来了 这位是米的医生 是我大学老师 那 下次把我老师叫回来 比较能实验室的最余特殊成果 一定带来来 也给爷爷试用了一下 就是这个 主牌生命检测仪 它根据自己的各项指标 能够准确地检测出 一个人的通病时长 也就是说这个仪器能准确地检测 一个人的通病时长 那么回事 而且年纪越大 学历也就越高 现在已经广泛地运用到医学领域 退社好评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今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将会有的导师 比人先生活的 这些都是大家的功劳 到时候 我们整个实验室里的所有成员 都享受这份殊荣 当然也包括赵小姐 现在爷爷用这遗憾 根据仪器显示 爷爷的生命 升得到最后20多年 不过不必悲观 我准备带爷爷去海外 那里有最好的医生 和最幸福的设备 而且我的导师 也大意帮忙 寻找最好的专业团队 我有不少同学 都已经成为了 各领域的医学专家 会拜托他们帮忙的 不用我学姐 差点忘了给你们介绍 这位是叶神怡 就是几天前 他救了爷爷一命 而且今天来 他还带来了 以后的权料 至少能让爷爷 延生十年了 你就是叶峰 你的事我已经听爷爷他们讲过了 但我并不认为 你能救我爷爷的命 如果你没有真材实学的话 我劝你现在就乖乖承认 因为我就是学医的 我的导师 但是这方面的专家 不要让我投穿 西元姐 你别乱说 叶神怡真的很厉害的 他不是骗子 事长 叶神怡 运术很厉害的 爷爷 你们不懂医学 别被他给创骗了 或许 他当时只是副条 就讲了你而已 你们那么懂医 甚至都要难过 你们知道 怎么救救老爷爷 大大 你哪个人不认识 正是因为我们懂医学 所以才就是科学理性 生老病死 本就是自然法则 没有人能够改进 谁就不能 你们不能 不代表黑人也 对呀 而且这次月成衣过来 还带来了 延年艺术的寻药 西元姐姐 你待会就知道了 年兽 如果这有死神药 那今年的冒奖 我来帮给你吧 帮你啊 能不能把你的药 拿出来让我们检查一下 对呀 把你的药拿出来检测 让你自己去办 呵呵 我看了 就不定这么麻烦了 你等一 把你的指头的药拿来 你能检验它 相信你 你不敢拿药出来 你的心里忧悟 先上越见越远 你倒是太怕了吗 我怕什么 你们想要咽药就咽咽 只不过 我认为你们这台仪器 认不出我的药 哈哈哈哈 我们这台仪器输入了 世界各类药品 不存在厌出的情况 拿去吧 看看你们的仪器 能不能认出我的药 未能识别到药物 请 拿去吧 看看你们的仪器 能不能认出我的药 未能识别到药物 未能识别到药物 请认用 还愿我给你翻译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早就说过了 你们这个仪器 认不出来我的药 少给你的假药贴金了 你拿来的那东西 在医药库里面 根本就不存在 更别说救人了 老先生 你已经看到了 所以为了你的健康 还是不要抱歉了吧 是啊爷爷 我们还是要相信科学 万一你吃的那块药 连二十天都服不过你吗 叶先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药我已经送到了 没有其他什么事的话 你站住 你拿着假药来糊弄我爷爷 骗到我赵家头上了 就想这么一走了之 有 不得对叶神医无敌 我这个孙女儿了 刚刚死了 快什么也不知道 引住了你 见面 爷爷 你他到什么线 你给我闭嘴 叶神医 谢谢你的神药 爷爷 老爷子 快吐掉 没关系 感觉好多了 要不去医院做个检查吧 不用这么麻烦你们大厦的医疗设备 远远落后我们西方 总怕还不如我这台生命检测仪的效果 对了 对了 请不认识 好好一直 只不认识 只剩下30天不到 所以我调整好了显示时间 以天来计数 哇 说的是没有变的 师傅老爷吃的那个药 并没有治理一下 这怎么可能 刚才我调整的这27天 现在已经超过了100多天 想来十月神秘的神药 真的起作用了 一天这个药就是想 容易做得怎样呢 不可能 老师 这个一次是不是坏了 怎么可能坏呢 我来的时候带了一台新的 怎么可能坏掉呢 宿主圣语生命3650天 太好了 你还有十年的阳秀 真是太好了 我还没有看到你嫁人 怎么舍得这么快就转了 各位先生 我为刚才的自己 向你郑重道歉 顺便问一句 你他妈和神药 还有没有 没了 真是遗憾 我本来还想 那种神药的成分 输入到这台仪器中 哎呀 谢神医 谢谢你 又救了我 而且 还给予了十年的阳寿 用胆无以言报 以后 有什么需要 尽管吩咐 我赵家 定会 引力相助 是的 叶 Claus 有什么 你就进口 我赵家 的企业 径手之劳而已 而且之前我要求的事 完成得很好 希望以后 合作一块 好好好 行 还不快给 给叶神医道歉 刚才第一次质疑叶神医 现在还有什么话说 对不起 叶神医 是我有眼无珠 麻烦了你 是啊 不知就不管 叶神医 相比于我的正常引擎 你能够让一位将死之人 征受死你 才更有资格获得 今年的若贝尔医学奖 我将向若奖主委会推荐你的 赵老爷子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告辞了 那就多谢叶神医了 满婷 快说说叶神医 不必 满婷 你对叶神医感觉怎么样 叶神医医术精湛年少有为 很不错啊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把你许配合叶神医 给你依下如何 别叶你胡说什么的 我还有事先走了 哈哈哈哈 坐吧 我们叶家遇见的麻烦 我已知晓 这白家当年被打压了下去 如今 请还想 东山再起 此事却有些蹊跷 我会派人 去调查一下 放心吧 有我在啊 白家 吃不了叶家 我们叶家 当然是以零马首四斋 这白家 刚起步 哪来那么多钱 大肆收购 你们叶家的股票 待会啊 让保健会和银监局 去查一查 他们的资金来源 不管他们的资金 是否合法 都要让他把股票 乖乖地给我吐出来 哈哈哈哈 有您铺手 那是自然 但是赵家 一直在查 我们公司的税务问题 哎 我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得罪的赵了 赵才神吗 哈哈 他都不是退下来了吗 手还伸得那么长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户部 还是他算事了 哼 哼 我就要让赵家知道 现在的户部 谁说了算 户部 当然是您说了算 不管是谁 在背后对付我们叶家 不管是赵家 还是百家 何次我会让你们知道 我叶家的底蕴和能耐 不容动摇 大喜啊 今天开议的白手机团 被户部给查封了 而且 他们资金来源不明 以之前抄底我们家公司的股票 全部作废 这些我一知晓 要给我感谢 恐怖大人啊 是啊 可惜 就是白手机团 把其他那种家 也退了 我跟你跑啊 得入望数 你看那五页 这百分之五 足以挽救我们叶家 我们人是最大的股东 被五家就是合起来 也翻不了天 更何况 多亏了他们 疯狂抄去我们叶氏的股票 可以遇见 下一次我们叶氏集团的股票 又会大砸 哼 那再一步我们该怎么做 当然是委员平行 外界以为我们叶家要玩了 严谨 你明天去准备一场正大的玩意 邀请严谨各界大佬 我们就想住在外界看 让他们知道 我们叶家不仅不会玩 而且会更好 今天公司开业突然受阻 通过了解 应该是户部里面的手段 户部为何会突然插手 现在的尚书是谁 同意 帮我把这封信给他 到时候他自然会来见我 大人 何事啊 禀告大人 有人要把这封书信传记给你 啊 啊 这是老太师的笔记啊 是老太师亲手的手书 哎 送信人是谁啊 身在何处 好像是叶家大少爷叶峰 在咱们呼呼的招待处 啊 啊 受信的人居然是叶家的 就 你就是叶峰 你知道我是谁 哪位啊 我儿叶少坤 就是被你害死的 我是他的父亲 谢安 你的儿子做出如此禽兽之事 你这个做父亲的不知道羞耻和忏悔 他的死是罪有应得 但罪不知死 你杀了他 无论他犯了天大的错 都是你的错 我就是要让你为我儿子成命 我要是你的话 就趁早就看 要不然失去的父亲就算了 我的一切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威胁我 你果然不知道 死供是怎么写 我倒要看看 你还能猖狂到几时 慢点 你就是叶峰 回禀大人 恃人就是叶峰 回子还要举报恃人 在外 残害无辜 逍遥法外 他仗着跟顺天府府仪的儿子交好 就可以逍遥法外 还请大人明鉴 为我而做主啊 对 我就是叶峰 死性何来啊 这是我大师傅亲手所写 他交付与我 告诉我 只要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 就交给六宫 不安心 好 老太师 是你的师父 不错 曾经的当朝太师 就是我的大师 何为皮证啊 我大师傅的亲笔书写 你应该能认得出来吧 还有这个 他老人家随身携带的龙文玉 啊 老太师 应该把他的团家宝给你了 师父把这个给我 让我交付给他的后路 啊 如此说来 我该称呼你师弟了 那我也托大叫我女生师兄 哈哈哈哈哈哈 小弟啊 你刚才你刚才不是要告我师弟什么罪吗 不要听这小子胡说八道 他根本就不是买什么基地 他在骗你这呢 混着 我还没有老糊涂 谁人说的是真话 谁人说的是假话 用得着 你来教我吗 还有你那儿子 在外为非作歹 现在 荒词野外了 不过 此事可 必有隐庭 师兄是这样 他的儿子想要调取我的朋友被我阻折 谁知恼羞成怒绑架加带我 还好我及时赶到不然 大 哦 这个 谢少公子 确实 丘游自觉 同他人 谁人是间接杀害我儿子的凶手 就这么放过他 不准 老夫平生 既恶如仇 只给好人撑腰 从不给坏人做主 你儿子干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 你做父亲 不仅不反思 把大大一丁爬 真是有吉子 比有吉父呀 你呀 你真的连你儿子都不如 来人 把他给我押网 大理事 好好审讯 我不够了 大人 有命啊 叶峰 帮我求求情 是不知回来 断了师兄 为这种小人没必要关心 来 师弟啊 走 到我那儿 好好聊聊 走 师弟啊 师弟啊 为兄 有疑似不明 你身为业家的人 为何在外 凑出我跟自己的家族作对呢 我跟你们业家 还有那么一点渊源啊 这是 查封白氏集团啊 正是你爷爷 来找的我 哈哈 师兄 你算吧 我姬母 为了让她的儿子 就是业家 被我赶尽杀绝 而业家 则选择了末世 如此恶父 真是极有此理 难怪 师弟啊 用自己的方式 来夺回业家 反倒是业家呀 咎由自取 我呢 也有些 助手为虐了 师兄 我来学 一桌户部 要让白氏集团 接业整个 还要收回他们所有的 我保证 白氏集团的资金 没有任何问题 还请师兄 收回全面 哎呀 师弟放心吧 既然是误会了 我一定收回全面 既然是误会了 我一定收回全面 好吗 另外啊 你当年蒙冤了 就像 我一定帮你查清 给你一个金板 我找一下 情部的人 就说我 洪有为 要他们协助 调查一下 当年叶家大少爷 叶峰 车祸一案 这些师兄还有诸多公务药吗 你这么高屏 我这确实还有什么啊 啊啊 这样改天有时间啊 咱俩去喝一杯 好吗 顺便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 咱老太师了 小弟 以后啊 怎么站 来找我吗 哈 兄兄 啊 你要是亲我的话 不想去看担药 言言一首去除外面 神级啊 神级的药啊 看来我这师弟啊 真是不错 空大人啊 真敢烦恼你跟我打电话呀 很感谢啊 你对我们叶家所做的一切啊 正好啊 我们叶家啊 明天晚上总共举办一场晚宴 不知道你 不必了 我打给你这通电话呀 就是想通知你一声 从今往后 你们叶家的事 我不会再插手了 空大人 你不会是跟我开玩笑的吧 你看我 像是开玩笑的人吗 嗯 空 空大人 非之惶恐啊 我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请空大人明示 能救你们叶家的 也救只有你们叶家的人 爹不好了 刚刚被查红的白氏集团 突然又营业了 顾客里面给了答复是 他们已经查清楚了 白氏集团自己一切正常啊 老爷不好了 白氏集团联合其他五大家族 一起召开声明 说三日之内要召开鼓动大会 并且在会议上说 要罢免夜氏集团 所有董事会成员 你敢罢免 我们叶家就完蛋了 哎呀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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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王 这次见影主要是两件事情 合适 如今白龙他们已经到了 黑友姐一就没来 来加几个 加上我 只有五个 只有五个 我就是说我还剩四个 剩四个 我已经一再向他们取得联系了 可是他们似乎 去读成不去 我知道了 还有一件事情 天地五门向我们发出战书了 战书 他们想什么 如果我帮输了 联系内外的所有势力地盘 都得给他们 封联龙门大厦 他们都不 为何道具不小啊 我愿意一战死不足惜 可是 立有不胆 怕追了龙门的招牌 好 既然如此 那这一战 给我还硬呢 那这就